现年84岁的日本慈善家也是印尼前第一夫人戴维苏卡诺 日前特别率领了无国界友谊协会的参访团 从日本搭机来台拜会了花莲县政府 并且捐赠了1000万元的日币 希望可以协助4月份强震地震灾民重建家园 县长徐正蔚亲自接待也致政感谢状 84岁的日本慈善家印尼前第一夫人 同时也是无国界友谊协会代表理事戴维苏卡诺 为了感谢台湾在日本311大地震时给予极大援助 在得知4月份花莲发生强症过后 特别带着1000万日元散款远从日本打击来台 以实际行动协助花莲重建 不仅展现台日身后友谊 更是一份温暖的力量 会中戴维夫人也与徐县长互相交流 日本与台湾的灾害应变经验 并提到花莲这次在灾民收容中心 有像帐篷一样的间隔 保护灾民饮食 非常值得日本向台湾学习 相比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的灾民 坐在体育馆只能用纸箱做简陋间隔 完全没有饮食 而徐正蔚也说明 花莲县政府应变中心与持绩 平时就保持密切合作 而救援物资也是平时就有所准备 这让戴维夫人表达敬佩 赞许花莲整个救灾到重建都非常有执行力 让人觉得充满勇气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道